这里可咱们来讲一下填空题啊 每一道填空题呢 基本上都是这个长项 它呢会有一个问题啊 问题问你的是以下哪一项 它在逻辑上能填补好这个文章 那题目最后我给你画一个盖 让你把选项填进去 从原理上来说啊 它跟解释题是几乎完全一样 就让你解释一个现象嘛 咱们看这个文章比如说啊 他说一个热带地区 热带岛啊 接受了一个以牛奶为这个模式的食物捐赠 然后当然给的是这个穷人啊 那这些人呢 其实被认为成应该是永远不良的 其结果是呢 这些啊 接受到捐赠的岛民 他们的肝癌的比率是显著上升 他们认为的这个牛奶啊 应该被责备 那就是牛奶是结锅 是吧 牛奶的锅 技能研究啊 就显示 当你基本上暴露在叫AF 这个东西 这个物质的老鼠啊 他们呢 可能会去产生出干癌 当他们被喂食一个牛奶蛋白的时候 说这个结果是相关的 问题因为什么 让你解释就是 为什么说这个实验结果是相关的 什么结果呀 就是给老鼠去喂食奶 然后老鼠能去有干癌 是吧 那么他有一个特点是这个人没有写过的 说exposed to这个AF 就是暴露在AF情况下的老鼠 他们会当喝这个牛奶的时候会有干癌 所以呢 要想让这个结果相关啊 跟人一样 那你得把人也加上AF 因为人那儿没提AF 所以不好说 而如果呢 这个人也有AF的话 那么就能让这个两个身相关 所以你看你在看选项以前就能先搞清楚该怎么去看 记住啊 逻辑题都一样 就是包括咱们之前讲过演绎啊 和包括这个这个归纳题 我们都是要先去再看完问题之后 我们先有一个 我们要以什么标准来筛选项的这个方式 注意啊 我不是说你要去预估出那个选项具体什么样 这估不了啊 不可能估得出来 而你呢 是要知道我的方向是什么 那你比如说 加强题啊 那个结论是一个事件 是吧 那你要知道 它的方向就是给我解释那个事的原理 是吧 或者告诉我也跟这个事相关的现象 对吧 所以说 当你去看选项以前 先搞清楚我要怎么选 或者说 先搞清楚我的过滤器是什么 能过滤这些杂牌选项 是吧 这个是最关键的 所以这也一样 这题咱们也看到了 既然你想结果相关 那一定是要告诉我 那个人也会暴露在AF情况下 看看选项啊 A说 在热带地区 花生是一个当地的主要食物 它呢 支撑了一个增长 这个增长呢 是会生长出 或者生这个产生出这个AF的 很明显 选项给了你岛民 也会去吃到这个AF 对吧 因为他们的主要食物里面 就会有这个AF 所以A肯定是要相关了 B呢 说这个肝脏啊 相对于这个C来说 是更敏感的 相对于其他身体机关 这个其实跟他的实验都没关 所以B肯定不对 C呢 说这个东西牛奶蛋白 它呢 是为 它并不是唯一的一种蛋白质 这个也一样 跟他们的结果没关 对吧 所以这肯定不对 D呢 是说牛奶 它是最好的一种形式的 这也没用啊 这很明显 这个跟这个实验没关 一例子呢 是说那些被给牛奶的人 他们会被监视 来看他们有没有能力去消化牛奶 这也跟那个老鼠实验没关 所以一肯定不对啊 答案是A选项 很明显的一个 解释了为什么实验相关的选项 再看第二题啊 也是一个解释题 这个题呢 说担心这个老年人的一个财务情况 政府呢 决定增加20%两套金 给所有的65岁以上的居民 看这个题 跟咱们上前课讲的解释 那个题的提干都一样 对吧 他说呢 这种通货膨胀啊 可以被忽略 同时呢 这个给他们增加增发这些钱啊 也确实是被他们都收到了 就是没有说有人在苛扣 是吧 但是呢 很多人并没有byter 就是在财务上并没有变得更好 那问你一部分人是什么 让你解释为什么他们有收到钱 但是这个财务还没有更好 是吧 那其实方向也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这个钱收到了 但是我的总钱没变呗 是吧 就像A呢 说他们完全是依赖政府的退休金 来去收入的 那这个如果这个点多了的话 应该也会变得更好嘛 所以A肯定不对啊 B呢 说这个银行是太没效了 以至于要花三周才到 那能报就行呗 是吧 所以这B肯定也不对啊 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变得更好 C呢 说他们买的产品是那些在通货膨胀中 涨得最快的产品 这个呢 看起来有点道理啊 但是呢 他文章里面讲了通货膨胀是可忽略的 所以即便是买那个最最涨最多的啊 他也是可忽略的 所以这个A肯定 C肯定不能考虑啊 D呢 说这个养老金被增加 是当这个人数啊 在达到这个平均线最多的时候 也是一样 讲养老金的时间问题 这个跟他们财务变好没关 对吧 E呢 说小孩通常会给父母资助啊 但是直到足够他们的一个 这个舒适的生活为止 意思就是说 以前你没这个增量的时候 小孩给钱 对吧 但现在的话呢 如果你增量之后 那小孩一看 说这个父母呢 也钱也不少了 是吧 我们只提供给他们到一个能舒服的生活为止 不会给他们更多的钱 所以的话呢 那他们只要从政府那样多了 从小孩那会少 那这样的话 他们整体的钱数是不会变多的 所以说no by self没有变得更好 对吧 所以E肯定可以去解释啊 这个题整个的题型 跟他们上节课讲那个解释题 是包括选项都很相似的吧 所以这个填控题啊 跟解释题本身就没什么区别 方法也一样 都是呢 找到他那个 要你解释的那个核心点在哪 基本上就是个矛盾点 或者是他那个实验的结果 或者现象 对吧 你去解释这个情况 用常识来解释就可以了 看最后的题啊 这个题呢 说的是根据一个专家 那更多的买东西的人呢 会选择J来去买东西 如果他们被提供一个手推车的话 就是购物车 事实上 即便是这些额外顾客 他的花费的钱 仅仅能覆盖 他这个手推车的成本的话 那这个手推车 也仍然有可能会增加利润 问你因为什么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给顾客提供购物车 那这个事本身呢 可能会让更多顾客过来 对吧 因为他们发现这更便利 那么当时我提供购物车 是有成本的嘛 要去坐这个车嘛 他发现呢 即便是我额外来的顾客 就是因为你提供手推车嘛 会有一部分顾客 因为这个而来 即便是这帮顾客 他们去花费那个钱数啊 刚好能去cover到 你提供这个推车的成本 即便是这样 那么我提供推车 仍然能增加利润 问题为什么 就是你要给我解释的是 为什么提供推车 仍然能增加利润 那这个其实也很好去想到 对吧 只要你充分了 这个不行之后就想到啊 你会发现 那很明显 你手推车嘛 能买这个东西 肯定会大于你 就是框去嘛 框多沉啊 是吧 你要买一个一卷纸 买一个买香奶 再买点这个油的话 对吧 那你要是用手推车 肯定方便越多 你用这个框的话 你能累死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啊 就应该是因为那个手推车 它能推的量会比较大一些啊 因为这个量越多 肯定商家的利润就越高嘛 A呢是说这个layout 是足够的open的啊 以至于可以去承承担啊 这些这个手推车 这是他们超市本身的一个能力问题啊 这肯定跟利润没关 B呢说一些商场 那跟他们进行的商场 那开始也去提供这个手推车了 那这个其实跟他算这个利润没关 对吧 这个肯定也不对 Cities呢是说 有这么一些钱的的顾客 那他们并没有被呃由于这个能提供手推车而吸引过来 是吧 那这个其实也一样啊 没有用 因为他有说过了 就是即便是我吸引那些人啊 他们并没有能去付更多的钱 为什么还能有利润 所以C不对 D呢是说 呃那些做这个手推车的商场 那他们呢一般来说会雇佣那些人来去把他们收回来啊 那这是给他们增加了额外的成本 对吧 那跟他们能不能提供利润是相反的 对吧 所以D肯定不对啊 我们要讲的是解释的是为什么利润要更多 E呢是说 有这个购物车的人呢 他买的东西更多一些啊 很明显是咱们讲那个事儿嘛 所以答案也是无印象 他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或者解释这个道理啊 为什么能自贷利润 好 那总结一下啊 所有的解释题跟所有的填空题 基本上方法是一样的啊 都是把文章那个矛盾点 或者文章要你解释的那个理论搞清楚 然后用常识来解释就可以啊